对于渔民来说,日常的打捞鱼以及养鱼苗就是他们工作生活的唯一生日来源了。 如果一片湖泊里面的鱼能够源源不断地再生,那么渔民也可以赚得更多。 然而实际上,但凡一片湖泊里面的鱼被过度打捞了之后,最终必然会面临枯贼的现象。 可是我们中国就有这么一片神奇的湖泊,鱼永远是越牢越多的。 这个湖泊就是茶干湖,而自从茶干湖上了电视火了之后,就有很多的商人打起了茶干湖的主意。 他们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,赚到更多的钱,会买来很多现场的大鱼放入茶干湖中,让人漫无以为这些鱼就是茶干湖中生产出来的。 这就是我们说的洗澡鱼,虎头的鱼摇身一变,卖出了高价。 这一行为和那些黑心商人有什么需品呢,让当那个渔民十分苦恼,十分讨厌这样的行为,可是却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他们,只能去揭露他们的行为。 大家看完之后对这些行为有什么看法吗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喜欢的小伙伴欢迎来到小伙伴。